这不是马上又有一批孩子要上大学了吗 没有什么想说的 就那种过来人的忠告 我觉得家里条件如果不是特别差的话 没必要着急打工 进了社会要打几十年工呢 哎呀 如果当时我能多学点东西 多交点朋友就好了 当然是不要挂科啦 从小很烦呢 孩子要在认真学习的时候努力学哦 费 该你了 你想说什么 哈 我没有读过大学 人家请着先生来家里教 不需要你可怜 那真是很棒哎 但是我也要说 不要因为寂寞而谈恋爱 也不要因为一个人对你好 就那么轻易的答应他 哦 我不赞同呢 大学时期就是要谈恋爱啊 校园恋爱和进社会之后的恋爱 满天是两种感觉 看到了这个眼影了 他经常画了这个眼影出去玩的 哦 他觉得好爱哦 哎呀 你叹什么气了 还听你有什么想说的 别贪比吧 对 尤其是当你们宿舍的人都很有钱的时候 不要因为自己的家境而自卑 可是很难做到哎 有些东西我现在买不起 不代表老娘以后买不起 好饭不怕晚 可是怕松啊 长大之后的羊娃娃 和小时候的羊娃娃感觉不一样 你得不到东西有很多 总得学会延迟满足 啊好复杂哦 找来真的好烦呢 咱们 不算是